歡迎收看阿修的交車在22號暗時六點關 經過大家六十一山道路 其實車速是很過近 在當中還適控在著天荒 背出去了 也落在康倫台下 這很大聲聲音樂也驚動了 附近的海巡樹 車上是有五名的南豬 這項上是很嚴重 這經濟車和海巡警員也講得快來救人 海巡警車的車頭是攔到很嚴重 就好參加十一山的火梯 為了大家知道一山鐵花 在這裡飛下去都說笑白在破坑 因為衝浪在大金狗 車面的個人是不怕在車裡面 海巡樹也叫警察庭園 是馬上九條來救救 海巡樹大隊長五中轉標時 當時發現車好是馬上跟警察庭園 電腿救人 另外我們家屬被一台車裡面 上市真嚴重 是趕緊拿著破壞車 將車門救火車來救人 這一點的時候 就我們的執行人員突然間有看到 一個黑影從上面掉下來 那隨時發生巨大的聲響之後 我們去查看知道說 是一部那個交車 從天上掉下來這樣 那我們去看的時候 已經有五個人 那趕快把後座了 還有三個有行動意識的 我們先把他救出來 那剩下兩個在前座 因為已經受那個車體已經扭曲變形了 卡住 那我們是等那個專業的救護人員 到了時候也共同馬拉搶救出來 車好現場 整台交車卸弄得很嚴重 家屬上便宜出局了 亦想接受過嚴重不得失望 還純粹提起家屬人 這個路段晚上的時候時間晚上 又沒有路頂 在經過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輛車好一話 也要做事讓人失望 讓人擋胸 必須想著要做新車好 進行不前 將在進一步調整 這輛新聞大清龍 六港報道